这个就是一般人大家都关心的一个知识处 所以我也是很关心的 但是也不是说很懂 但是一般韩国人的一个观点 看看现在我们整个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去理解的话就比较会好一些 那么今来中国的局面就是与这个巨大的变化 特别是在经济上的一个繁荣与发展 在当前这经济繁荣的环境下 作为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文化 是不是是否能配合一个发展的趋势 确实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所以文化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三个文化 但是其我们可以又分成两个部分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般的一个文化能可以观察 都可以观察得到 那么所有的文化你能可以全部都可以观察得到吗 可以眼睛里面都能可以看得到吗 没有 有时候另外一个不可观察的部分 还要我们得稍微分开着去理解的话 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呢我就把经常就说 这科观察的跟不科观察的部分把它区别来说明 什么叫文化的 文化的部分是这样 你看有时候 我刚刚说的前面 就是一个物质文化 社区文化表达文化 什么那些呢 能可以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呢 中国人的价值观 心腹观 教育观 你能可以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但是确实存在 怎么看呢 就现在开始说了 就是看 韩国人也是 韩国民众也是这个观察 可观察的中国文化呢 包括我刚刚说的 物质 社群 表达 相对比较容易读懂 中国和中国人 但是呢 不可观察的文化呢 也就是说 中华文化中一套价值观念 一套符号系统 意义系统 这些呢 不予观察的一个文化的东西 必须有文化的文法来去理解 比如说 语言也有文法 有没有 韩文也 英文也 中文也都有文法 文化确实有没有文法 像这个语言的文法一样 有 如果你能掌握这个文法 文化的文法 那就很快一目了蓝了 所以我刚前面说了 你问的 个人或者是有机体系统 跟人体关系系统 还有自然关系的系统 这样分类去理解的话 会比较好一些 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呢 这三个系统认知 圣称式的中华文明 精神的表迟 所以韩国人最感兴趣就是什么呢 中国儒家思想的现代化 到底怎么情况 想了解感兴趣啊 韩国呢 过去老传统的五轮 三肝五轮的五轮 您能可以继续用的事吗 有没有需要调整 或者是增加 如果可以的话 必须有一个标准 有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 按照这个规则 没有离开 那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说这个了 这就是过去的三肝五人的五人 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松鼠能发现的 也是精致伦理文化的了 但是呢 现代化的社会中 就是出现了我们接触的人 不是过去老传统的那个有限 经常远远超过跟我 我们有直接关系的群体啊 所以应该是有所变化 所以呢 中国的传统的五轮 扩充其内容以适应 现代的人际关系的需要 是不是 也就是说 我刚刚说的就是三肝五人的五人 我简单都把 说的话 大家都知道了这个 那么这个是老传统的 但是用其他的方式 现代化的一个方式来重新再解释 看看适不适合 所以呢 我就借这个机会呢 就曾经我就学过了 跟中国的大学者 也是说 瑞一副民族学家 中国的非常出名的 他 我跟他学过了 学的里面 我非常同意这一点 就是三肝五人五人以外 再加第六轮跟第七轮 是不是需要 中国儒家思想的 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需不需要 我非常同意这个 需要 那么第六轮跟第七轮 到底什么呢 我看看 给你们认识一下 这个呢 我在这表看看 我给你们看看 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得清楚了 这个了 我说的这个 看得出来吗 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看得到 就是这个了 就是一般我们 三肝五人这个呢 都是说了 五人的东西 五个 但是我刚刚加的这个 第七 第六七 那么一到五呢 我刚说的 个人跟个人的关系 但是第六轮的时候呢 现代化的时候 个人跟群体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 伦理的一个原则 找一下 然后呢 群体跟群体之间的 伦理的一个原则 到底有什么 现在过去的 以前的不一样了 以前 跟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交往 来往哪有那么频繁 现在呢 无这个国境 就可以来回 都很快 所以呢 就是群体跟群体 群体呢 包括国内跟国外 在第六轮 个人跟群体呢 群体这个是我所属的 我的团体 跟另外一个他群的关系 都包括这里面 有没有这个 容易到的 我看看啊 这个有没有 我就给你们看看啊 这两边是您总结的吗 就是个人与群体 这个叫有进行为标准 有进 还有群体与群体 有会 这个是您 不许的 这个不是我创作的 就是 也是中国大学者 已经都 说出来了 但是呢 我就把它 就是做个表 做个表 比较清楚了 给你们看得清楚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说明 再补充一下 儒家思想的 如果说这种的 你看 行为标准 大家都知道 妇女 妇女有亲 夫妇有别 长妖有婿 朋友有姓 大家都知道 君臣有义 都知道 那君呢 现在不是 一般以前的皇帝呀 这是国家元首了 那么臣呢 社会大众了 大家都知道 现在 那需要什么 行为标准 一个是义 那么个人跟团体之间 是有进 但是 团体跟团体呢 有会 恩会的会 这个我不是随便 把它列出来 也是中国人 已经都根据 以下我说的 这个根据来说明的 我就给你们听 就是你看 儒家思想的 总集目标 在黎大学篇所说的 一个格物 置之 诚心 证心 不是 格物 置之 诚意 证心 修神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大家都知道这个吧 这个都是基本的原则 按照这个基本的原则的 情况之下 才能够把这个行为标准办案 找出来 那么 假如要符合 这个基本的原则 就除了这个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再加 第六轮 第七轮 这个把贵拿出来了 但是我要强调是什么呢 跟第六轮 个人跟群体 群体这个呢 就是我群跟他群 包括里头了 那必须要有敬 敬爱的敬 没有敬的话 你这个可以 一个伦理道德的生活吗 那不可能的 那么 第七轮呢 也是群体跟群体 我刚刚说的 群体呢 也是国内跟国外 有会 恩会的会 应该是一会 为互相见的行为标准 我这样了解以后呢 就比较容易 中华文化的一个精神表示了 那么文化多交流 跟那个多分享 才能够了解到 深层次的精神的标志 比如说 我刚刚说的 现代伦理的 中国传统基础 中国儒家思想的现代化 还有呢 从价值观念 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价值系统看 中国文化的 现在的意义 这个要把了解 才能够我们再进一步 了解到中华文明的 精神标志 这是含义 真正的含义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开启乱